嗨 各位晚安 我是寶可夢 今天又要來到了我們每天的上課時間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反而比較難一點點 就是跟大家聊聊股票 那我發現說其實 股票這種東西如果要直接介紹 那些基本的知識我覺得非常的無聊 所以我決定就是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模式 跟大家呈現就是用這個所謂的說故事的模式 就是寶可夢要開公司了 那到底要怎麼營運呢 那這個股票的運作模式 又可以從這裡面去得到一些 怎麼樣子的理解跟解釋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就開始往下走囉 OK 在這個本系列的影片你可以學到 就是活除定除的差異 然後再來就是基金的介紹 這是我們之前的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回去 看這些影片做學習 接下來呢來到我們最新的主題就是 股票的介紹 然後還有就是費用的部分 好 那我們要先從我們最前面 就是股票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OK 好 進入股市 本影片將以說故事的方式來介紹這個股票 讓大家能夠以比較輕鬆 而且簡顯易懂的方式 能去理解這個東西 當你想要參與市場或者是說 參與一個公司的成長的時候 從這個故事你就會知道說應該要怎麼做 怎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投資之道 這樣子 來 這個 我想要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這個三個人的群組裡面問一下 CW跟慧哥 然後他們都有給我不一樣的意見 你們看這邊 CW講說可以叫保卡工作室 為什麼 因為 我就是以講信用卡起家的嘛 所以你不覺得 CW講的這個保卡工作室也蠻有趣的嗎 的確是跟我的這個資格是蠻契合的 好 那也有講到這個 我自己講的話就是 保賺錢不錯嘛 然後 然後 慧哥有說 保Good工作室 我覺得這個也蠻有趣的齁 那我就把它全部都弄在一起齁 就是保卡Good賺錢工作室 或者是MGN賺錢工作室好了 因為我們都是靠MGN賺錢嘛 好 所以這也是蠻有趣的一點齁 那到最後呢 我覺得如果要就是 呃成立公司的話 那就直接叫那個保卡工作室好了 那叫做保賺錢公司齁 就是包準賺錢齁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齁 也可能很多人就會有興趣說 欸 那我要來投資一下齁 所以我們這次的故事的主題呢 就是以保賺錢這間公司 好 我們卡板幫的這個三個主人齁 都會在這個故事裡面扮演一個角色 好 那到底是有哪些角色呢 往下看就知道了 好 來 往下 保賺錢公司呢 想要擴大經營 因此需要籌資1000萬元 那這1000萬元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才能夠拿到這個錢 然後來進行這個所謂的擴大營運呢 擴大賺錢的這個可能性 那其實你在市場上面 如果要做這個所謂的 拿到一些錢做增值的部分 其實就是只有兩個管道嘛 第一個就是你去跟銀行借錢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像是上規發行股票 然後來向社會大眾來做籌資的部分 好 所以當一個公司 如果想要擴大營運的話 的確是有兩條路可以走 好 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這邊有寫到 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呢 很簡單就是 第一個就是借貸 好 借貸的話呢 就是去跟銀行借錢 好 那你就知道啦 其實我們跟銀行打交道那麼久 就是我們都曉得 銀行基本上就是一個 那個晴天開閃 雨天收閃的一個行業 他們非常的適立 好 這本來就是很正常吧 大家開門就是做生意 就是要賺錢 所以銀行的話呢 他一定會對你的資本額 然後你的一些資產 來做撐金撐兩 覺得你有可能會賺錢 他才會把錢借給你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你就要特別去注意 這邊有寫到就是 你可以向銀行借錢 然後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要抵押品 才能夠借到大筆的資金 你要借一千萬 你可能沒有相對應的土地 或者是工廠啊 廠房 或是那些設備 他不太願意借這麼高的錢給你 或者是利率非常的高 所以基本上的話 你能不能夠借到錢 利率多高多低 都還是得看你公司營運的成 這個狀況而定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你就是把你的頭 就是轉給別人 讓人家來 就是 操作你的生死啊 我覺得這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要創業的話 的確風險是很高的 所以 也就是說 這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 比如說公司的負責人的部分 你來申辦信用卡 其實 你辦下高額度信用卡的機率會非常低 為什麼 因為你承擔一個公司的營運風險 所以對於銀行來講的話 你是一個不確定的炸彈 他也不願意就是 給你比較高的信用卡額度 因為你有可能會倒帳 你有可能會跑票 所以 這個部分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身份別不一樣 你可以就是申請到的信用卡的 等級跟額度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大家一般人以為說 你是公司大老闆 你來申請信用卡就很簡單 其實沒有 有的時候它是扣分的 所以 如果你是一般壽星階級的話 其實你申請信用卡還比較好下來 就是這原因 因為你新資固定穩定的收入 對於銀行來說 你就是一個 會持續產生現金流的一個 金基母 你懂嗎 所以這個在銀行的角度來講 來看 我們不同的這個身份類別 其實是有差異的 所以同理可證 你在回來看的話 就是你在借貸的部分 銀行他也會看你的 還款能力 如果你的還款能力夠好 他當然會用比較低的地率 然後給你比較高的貸款乘數之類的 就是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市場上發行股票 那像寶可夢就可以讓出 公司的部分所有權 然後來換取外面的資產進來 那麼 我對外釋出的股票 其實就可以換得增值的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很多大企業老闆 他們可能都會選擇 就是在市場上賣股票 然後來籌資 然後並且來擴大自己的營運 擴大賺錢的動能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因為相對比起來的話 如果你是用借貸的部分 其實你就是受制於人 然後你要每個月固定固定的去還錢 這部分其實也是 我覺得對於企業主來說 其實是比較壓力的 對 就像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剛剛提不到借貸跟股票 到底哪一個是比較好 當然不見得有好有壞 如果你自己本身真的有能力 跟銀行借到一筆錢 那當然OK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也許 從股票上面去做籌資 是一個對你來說比較好的部分 像我這邊有寫到就是 Pro and Cons 就是優點跟缺點 借貸的部分的話 就是借款利率大概都是7%左右 這7%這數字不是很明顯嗎 就是我們放到 就是全世界市場裡面去獲得的 每年的年平均報酬率嘛 所以你可能跟銀行去做借貸 大概才也是跟你收這個錢啦 好 所以 一樣不好賺 這個負利向來也是很恐怖喔 好 需要月月支付利息給銀行 而且本金你最後是要還給銀行的喔 所以我覺得 你跟銀行借錢的部分 你的壓力就會比較大 就像我們一般人去跟銀行借錢一樣 就是 借錢就是一定要還嘛 好 所以你就每個月每個月都要還這樣子 好 它的風險就是 當你還不出錢的時候 其實 你的資產 你的廠房 你的土地是會被銀行收走的 所以 有可能會倒閉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如果你要給銀行借錢 好 這個基本上信用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 你如果經營不善的話 公司可能會倒閉 然後你錢 這些土地廠房 就會被這個銀行收走 好 那第二個股票的部分的話呢 它對於我們來講就是 嗯 它不用給利息 基本上就是你要有賺錢才能分紅嘛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對於投資者來講 它就是一個比較不確定性的因素 但是呢 對於就是 公司經營者來講的話 它是 一個比較容易取得資金的方式 因為它真的要有賺錢才能回饋給你嘛 好 然後再來 籌到的資金呢 其實是歸公司所有 但是它必須讓出公司的所有權 這個剛剛前面有講到了 好 但它的風險的部分就是 要有全部的出資者來進行承擔 而不是說就是 呃 出錢了就是大爺 然後就沒事 其實沒有 因為你錢給它的話 它經營成功你可以分紅 但是如果它經營失敗 你的錢也會協本而歸 你的股票就變壁紙了 好 就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所以這就是借錢的部分 你可以跟銀行借 或者是發行股票來籌資這樣子 好 那寶賺錢公司非常的就是棒 有一個情意相挺的好朋友 就是我們的輝哥 好 輝哥呢出資100萬 然後寶可夢就是想辦法財務自由 存了900萬然後來開公司 所以加起來呢 我們的資本1000萬 然後呢 寶可夢持有的是90% 那輝哥持有的是10% 好 我們以這樣子的故事背景往下看 到底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往下看 哇 寶賺錢公司賺錢了 好 他在第二年賺了100萬 那這100萬應該要怎麼分紅呢 其實應該就是要按照比例來分紅嘛 好 所以我們往下看 到底寶可夢可以拿多少錢呢 好 這邊有看到嗎 100萬乘以 資本額1000萬 我拿了900萬出來 所以我可以分得9成 所以我可以賺了90萬 那 輝哥的部分的話呢 他是出一支100萬 所以他就是可以換得 可以得到就是1000萬分之100萬 就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10萬塊錢的部分 所以這基本上的話 這個股票的這個分紅的原理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是可以大概稍微知道一下 好 就是當你的公司賺了多少錢之後 一比例分紅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這個 投資的錢來做計算這樣子 他再來的話就是 這邊看到就是寶可夢持有的是公司90%的股權 因為我出了900萬 那輝哥持有的股權是10% 也就是出自100萬左右 所以這邊的意思是指說寶可夢因為我出的錢超過了51% 所以我可以擁有我對這個保賺錢公司的所有的這個掌控權 包括就是這個大小事情的規劃 然後還有就是任命這個所謂的 比如說公司經理人之類的 都可以由我一個人就是來做這個全權規劃的部分 那輝哥的部分因為他只有持有10%的股權 所以他沒有辦法參與公司的任何的決定權 但是呢他可以享受我們的獲利跟分紅 所以這也就是所謂的公司經營權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跟你持有的公司股權是有必然相關 簡單來講就是像台新跟張銀這一陣子 就是瘋瘋火火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經營權的問題 就是台新一直拿不到張銀的這個所謂的經營權 他至少要超過51% 那政府的部分一開始說 好我就出售蒼蠅的股權給你 但後來他又不願意放手 所以到後來就會變成是一直在打官司 所以這也就是所謂的經營權 在這個所謂股權上面的這個部分 這也是舉個例子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好繼續往下走 來看一下喔 其實這邊做一個小結論就是 輝哥出淺投資寶可夢的公司 他可以跟我分享利潤但是他沒有控制權 除非他要就是投資超過51% 他才有辦法去這個所謂的去控制我的公司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比如說像那個股神巴菲特 為什麼他經營的每一個公司 幾乎他的投資都很成功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他有一個很聰明的做法是 他買下了這個公司 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 所以他有 他等於是直接就親身下海去 把這間經營可能不善的公司 把他的體質改善到良好 並且開始賺錢 好那可能再再把它賣掉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股神巴菲特的操作模式 可能跟我們一般人來講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大的資本 就一口氣買了這間公司 一半以上的這個股權 然後就是成為他的老闆 然後來就是直接下來去經營 這是比較難的事情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嘛 我們可能也沒對這件事情 有那麼高的興趣 所以這個是比較困難一件事情 但是可以提醒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其實如果你掌控 這間公司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權 其實你就可以對他們 就是做一個完全的掌控 包括這個公司賺錢啊 賠錢什麼 你就是通通都可以參與 好就是這個樣子 好繼續往下走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 每個人持有的股份好了 因為這個股份的計算 其實可能大家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我也利用這次的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果以每股以十元 來做計算的話 寶可夢出了九百萬 所以除以十就是九十萬股 那輝哥的部分他是一百萬 所以他出了十之後 他就是十萬股 所以加起來就是 我們的總資金一千萬 然後以十元一氣的話 我們總共發錢一百萬股 然後寶可夢拿九十萬股 輝哥拿十萬股 所以每股以多少錢來做計算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數字下去除 好那再來的話 來跟大家介紹一個鬥知識 就是台灣的股票其實是 以一張一張為單位 所以一張的話就是一千股 那我問你喔 如果你要在市場上買 比如說五十股或是一百股 可以買嗎 這個你們可以想一下 就基本上以前早期的話 我們如果要購買零股 其實都是要在盤後 就一點半以後 才做這個所謂的 撮合交易 那現在的話 就是變成盤中也可以買了 所以等於是比較及時 好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零股的交易 其實比較難買的原因 是人家不會剛好 要賣這個零稅的給你 好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銀行 有推出一些不錯的服務 比如說定期定額來買零股 定期定額投資台股 好像這種 永豐金的封存股 他就有提供這樣子的 這個所謂的服務 我覺得就還蠻好的 像我每個月就是固定 就是3000塊買這個0050 那他時間倒就會幫我 以相對應的價格 下去除那個股數 我就買下差不多那樣子的零股 然後進來 然後就是每個月存 每個月存 這就是有點類似像存股的概念 所以零股在市場上也可以交易 但是呢 其實基本上在我們的台股上面 基本上都是以張為單位來做交易 就是一張就是1000股 所以你看到那個金額是多少 這樣乘上去 你就知道說 他到底你買一張股票要多少錢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跟大家提醒一下 寶可夢跟輝哥分別 持有幾張 保賺錢公司的股票呢 所以以這個 一張等於1000股來算的話 你知道答案嗎 那我們來公開答案好了 這個 我有90萬股嘛 所以除以1000就是900張 那輝哥的部分他有10萬股 所以他除以1000 他就是有100張股票的意思 所以1000萬如果以10元一股來算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的數字 就是這樣 那也是讓大家就是 稍微可以理解一下說 這個股票的換算的機制是什麼 好來繼續往下走 在若干年後 寶可夢賺錢公司呢 寶賺錢公司呢 寶賺錢公司大賺2000萬元 哇 這個2000萬元這個數字真的很不錯 非常的賺錢 那麼請問一下我們要怎麼計算這個 所謂的EPS 好 這個EPS是什麼呢 稍微介紹 這個EPS的意思就是說 你持有這個公司的股票 他賺了多少的獲利 這樣除下來就是 你每一股所創造的盈利 就是所謂的EPS 好 所以你看到2000萬是我們賺的錢 然後除以我們所發行的所有的股票 的這個股數 一共有1000萬股 1000萬元 好 所以這樣除下來之後就是 每一股是兩元 所以代表每一股總共賺了兩塊錢 所以這個就是 持有寶可夢寶賺錢的公司呢 創造了兩元的獲利 所以每一股創造的盈利的 就是EPS的意思 好 那你可以來後面看到一下 它這個真正的公式 就在這邊 就是你的稅後盡利 除以你在外面流通的股數 就是EPS 那EPS的這個指標呢 其實也是很多人在買股票的時候 他們會去評判 這是不是一個賺錢的股票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依據 所以你們一定要特別了解這個EPS的定義 就是你總共這個公司賺錢的獲利 稅後的盡利 然後除以它總共在外面流通的總股數 除下來呢就是EPS 那它的英文就是Earnings Per Share 好 所以這個EPSY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一個重點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這樣子 好 那麼其實對於輝哥來講的話 剛剛算到是算2元嘛 那它不是總共持有10萬股 所以這樣子沉下來之後 它就是有20萬元的獲利耶 哇 真的是還蠻棒的 很不錯 那問題來了 就是到底是要保留這個資金 在這個市場上面 或者是在公司裡面 持續的去賺錢呢 還是你要拿配息就把它拿回來 當作現金就是落代為王這樣子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好所以我覺得對於這個公司來講的話 其實它每一年的這個 所謂的儲權席或者是說 就是公佈財報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會決定 他們到底要把他們公司的獲利 是要拿留下來保留盈餘 來繼續做這個所謂的投資 然後就是擴大產能之類的 或者是要把它當作配息配出去 好所以我覺得 有一些人在選擇股票的時候 他們就會選擇說 我要那種就是年年有配息的 好那年年有配息就等於是說 你等於是買了一個 類似像定存股一樣 然後他就是每年都會固定的 給你一些股力啊 股力還不錯 但是呢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確認 就是要去理解一點 就是說 當你公司做保留盈餘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錢在市場上面 其實是會用類似 複利這樣子的功能 功力呢 好就是一直在錢滾錢力鼓力 就是你越投資越多 那他其實說產生的產量是越高的 好他產生的這個 複利的效益是越好的 但是如果你每年都把他的那個利息 領出來都領出來 一直領出來 那他們他說產生的複利的效應 就會明顯比較少 那到底會多多少 或者是少多少 我們會在下一支影片裡面做介紹 所以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們這個故事到底會怎麼發展呢 這個寶賺錢公司到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 噠噠噠 我們的下一集預告就是 目前公司的經營權在寶可夢身上 然後回哥佔有十分之一的這個股權 下一個 下一支影片登場的是CW 好 那他又會為我們的這個寶賺錢公司 帶來了怎麼樣子的波瀾呢 他該不會是要搶奪我的經營權吧 我到底要怎麼辦呢 所以寶賺錢公司的經營大戰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下一支影片繼續跟你講故事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這個內容的話 歡迎你就是趕快來訂閱一下 好不好 然後小鈴鐺記得打開最新最棒的信用卡 還有就是投資資訊 我們都會在這個公告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直接就是 跟你送一個通知 所以趕快打開小鈴鐺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喜歡我的內容 也歡迎趕快按讚留言 分享出去跟你的親友 讓我們用最輕鬆的方式來理解理財 理解投資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